我们刚才超连结设计的这样子 感觉超连结已经不会这么呆板 但是我希望 可不可以再回过一点 我一过去之后 它会有变化 这个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是只有超连结这个属性 你不用写程式 它就可以到这么多变化的地步 但是要请各位注意 这边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超连结不是A吗 对不对 Achor吗 它其实后面可以串击一个冒号之后 有四种不同的属性 很特别的 一个叫Link Link呢 是我们如果看到超连结 但是没有去对它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看到的长相是什么 就像是我们这样子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浏览的属性就像这样子 我们现在都没有对它做任何动作 我们也没有滑鼠移过去 也没有按下它 OK 长得是这样子 长得是这样子 这叫做Link 什么叫Hover Hover就是滑鼠移到超连结上面的时候 刚才不是出现一只手吗 好 那我今天移上去 我可以 可不可以 不是说那个游标要改 而是说那个文字会不会变 文字要不要变 好 Active Active是什么东西 是当你按下它还没放开的时候 那一撒那 按下 但是还没放开的时候 叫做Active 它的长相是什么 那 Visited 是说 当你按过的超连结 按过以后 啊 接下来 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这里 如果你今天按过以后 然后 接下来你滑鼠移开了 如果你在IE 你会变得 也是变得一个丑丑的色 代表你离开过 OK 好 所以 我可不可以 它至少有这四种变化 Link Harvard Active Vincity OK 好 那今天怎么做变化呢 来看一下 这 居民有叫出来 我建议各位这种Split 切割的 你看 刚才我们为了设计 这样的样式 我们写了这么多 它跑出这么多 它跑出这么多 有没有 这就是它设的 你设一设它会跑出来的 然后呢 接下来 这要怎么改 来 重点就在这里了 i 点 i see what anchor 我这里要加 冒号 Vit OK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一段复制下来 反白 Ctrl C 然后我再放一行 Ctrl V 贴上 再按一下 好 这里我就不用另一个 用 Hover Hover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待会还要请各位 复制下来 好 我先复制好了 复制下来 第三段 这里就不是link了 这里要什么 A C T I V E Active 再复制一个 这里就不是link了 好 这个是什么 Visitive 好 所以是不是有四个了 所以你看 我点一下这边 它这边要我refresh 就是重新整理一下 你们看到四个 标题名称是一样 但是有link Hover Active 跟Visitive 我们现在改Hover一下好了 我滑鼠移过去 然后变颜色 然后也希望 这个方向变到后面去 好吧 来 所以Hover 我们点到Hover 之后 变起 我现在变颜色 我希望移过去之后 假设变成这种蓝绿色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框框比到后面 那就在right这里 打25 然后left 改为A Apply OK 好 我先储存 F12 给各位看 看哦 诶 可是颜色没变 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颜色没变 因为我记得我们刚刚已经调了 按它的颜色卷了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有移动了 感觉自跑好去 诶 生动活活多了 好 OK 我颜色已经设了 我看一下Hover 的颜色 诶 诶 这里还没改 这是 我改到Bolder 对对对 来 这边 我改到只是Bolder 冰框 但是我没有改到 织形 的颜色 这里 对不起 所以这样子 OK 存档 有了 给各位看一下 诶 奇怪 怎么没有射到 Hover 诶 已经改了 不是visited 它不是visited 它是那个 一样是Hover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再来看Active Active Active 我是说我按下那一刹那 要改颜色 也是一样 来 修改 然后呢 按下那一刹那 按下那一刹那 我干脆这样子好了 我把它射 12 13 好不好 然后改一下颜色 也换一下 换成 再换一个别的 好 让它多变一点 好不好 好 这个橘色好了 直射好了 好 然后呢 自喜 整理了 点换成你自射 Apply OK 好 Ctrl S F12 你要我移过去 照理说这边要变颜色 然后按下去 有没有 为什么都一直没有变颜色 来 按下去至少还变两边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 颜色 颜色到底说要变 它没有变 好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至少看到这个结果 有吗 好 当然我也希望 我希望干脆上面 看一看之后再加一条线 就是在Active的时候 我上面也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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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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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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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